北京时间1月3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仁主场迎战森林郎 森林郎核心唐思此一缺阵 整场比赛 两队都紧咬比分 胡仁在关键时刻把握住机会 最终108比103险胜森林郎 取得两连胜 胜率重回50% 两队本赛季的表现都一般 胡仁排名西部第7 森林郎排名西部第9 都处在季后赛的边缘 本赛季两队有过两次交手 森林郎全部大比分获胜 两场比赛一共赢了42分 唐思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本场比赛唐思缺阵 首节一上来 两队的命中率不错 得分交替领先 威少出现搞笑低级失误 胡仁首节取得7分优势 森林郎今天打得非常顽强 李德在内线翻江倒海 半场就得到17分 胡仁难以拉开分叉 半场胡仁只领先了3分 威少半场就送出7次失误泰扎心 詹姆斯拿到14分 蒙克14分成为骑兵 一边在战 李德继续肆虐人内线 森林郎很快打出一波11比4反超 胡仁的小阵容防守劣势明显 好在他们的进攻还算不错 咬住了比分 塔克两罚全中 胡仁反超比分 两队紧咬比分 谁都无法拉开分叉 三节结束时 胡仁还落后两分 悬念流到最后一节 末节决战 胡仁很快将比分反超 不过森林郎咬住比分 分叉一直在5分以内徘徊 比赛还剩3分钟时 安东尼打成3 1 胡仁102比98领先 胡仁把握住机会 最终战胜森林郎 取得两连胜 胜率重回50% 本场比赛 胡仁的内线被打爆 篮板28比56 输了28个 内线得分32比58 输了26分 威少的表现依旧如同灾难 16投7中得到20分5助攻 有9次失误和5次犯规 是首发中正负值最低的球员 多次送出五大炯表演 詹姆斯依旧稳定 15投7中 高效砍下26分 7篮板5助攻 蒙克也拿到22分 成为骑兵 安东尼14分 他在关键时刻的3 1非常重要 10 wähl 1 5 3 3 4 9